每到年底,工作量上涨,压力增大,好像一点都不稀奇。 昨晚跟表姐通电话,她突然问我,你们工作怎么样?现在还睡得好吗? 不知什么时候起,睡得好吗?就和见面问吃没吃饭,要去哪里一样,也成了标准的问候。 好像小的时候,从来没人问我这句话。从她朋友圈看到这样的话,每天醒来都觉得哪里不舒服,不知道是因为你睡觉姿势不对,还是因为你是个大人了。 的确,成年之后,简简单单地睡觉,不经意间就成了奢侈品。 1.低谷时别让自己更难 表姐这两天饱受失眠的困扰。她在银行刚换了新岗位,本来不太适应。 年底工作多,加上年终决算,表姐每天就连下班后都是两分钟刷一次工作群。 那天,她给我转了个公众号文章,我第二天早上看见的,一看发消息的时间,竟是晚上一点半了。 我倒吸一口冷气,这个点还在工作啊。 后来才知道,表姐最近失眠,还是焦虑的原因。 人到逆境时,好像随便一点事,就能触动我们敏感的神经。 准备了一天的资料,客户要求返工,烦躁不安。 听说老同学升了主管,自己还原地踏步,暗暗心交。 想到上涨的房价、医疗费,就算躺在床上,也是难以入睡。 很喜欢莎士比亚那句话,世事本无好坏,皆因思想使然。 有个网友说,她最缺钱的时候,发一天传单,挣五十块钱,能顶好几天的饭钱。 因为穷,只能拒绝掉同事的拼车邀请,走路上下班。 每次都推掉聚餐,又落得不合群的名声。 她下班路上经过一家花店,找了个美美的角度,拍照,发了朋友圈,然后和自己说,没事儿,睡一觉明天也是新的一天。 世上没有一番风顺,但还好,也没有真正不能看开的。 看开了,随处都是风景,放下了遍地野花飘香。 学会自我调节,那些苦事儿,难事儿,愁事儿,愿事儿,与你来说,都可以变得云淡风轻。 二,走出低谷都是从好心态开始的。 最近有个视频博主,收集了上千个粉丝发来的负能量语录。 比如,我好丑,无聊,没用,笨蛋,烦人,我永远不会足够好。 似乎生活就是一天接一天的不满,一个又一个的麻烦,可实际上,放下那些自责,少点抱怨,处境就会大不相同。 试想这样一个人,得过肺结核,患过精神衰弱,还曾经差点被捕入狱,是不是觉得他的生活肯定糟透了? 但这个人正是前苏联昆虫学家刘比歇夫,一生头衔无数,研究昆虫,生物分类,分散分析,甚至哲学,发表了七十多部学术著作。 格拉宁以他为原型写旧的奇特的一生,至今畅销海内外。 也许你会猜,他把睡眠时间压榨得一点不剩,过着苦行增搬的一生,其实他每天的睡眠时间足有十小时,看书,看歌剧,陪老婆散步,甚至给书游写信都没耽误。 即使最难的时候,在病中,刘比歇夫也保持着好心态,睡得饱饱的,起来后再坚持记录自己的工作,生活的时间。 村上春树有句话,拖拖拉拉,熬夜不睡觉,根本没有一点好处,天一黑就赶快钻被窝,早上跟着太阳一起醒来,这样再好不过。 能睡个好觉,着实是件养精蓄锐的舒服事儿。 诗人乌昂,失去工作那阵儿,心情焦虑,状态很差,后来他索性放弃,结结实实地在家睡了一个月,他将那种感觉形容为,一块干瘪的海绵,逐渐吸满水分。 因为所有的疲惫,都在心神安宁,憨然入梦的时候,消散了踪影。 有时,我们不是被生活困住,而是被情绪困在了牢笼。 坏情绪就像一团脏气,你越在低谷出不去,他就越拼命锁住你。 只有让他在睡梦中自然散去,才能攀登高处,迎来你的时来运转。 所以,何必又跟自己较劲呢? 多余的思绪,该放就放。 头疼的事情,该忘,就忘了吧。 三,困境时的好好睡觉,真的了不起。 美国媒体人何芬顿,跟一位男士吃饭,对方春虚,自己前一晚只睡了四小时。 他当时想的却是,要是你能多睡一小时,今晚的谈话会比现在有趣得多。 懂得调整心态,睡个好觉,其实远比高负荷工作,把自己搞得头昏脑账,来得聪明。 而对于身处困境的人,睡好,就更是一种能力。 人在低谷,要是心里实在烦闷,辗转难眠,不如试试这几件小事吧。 一,喝杯热牛奶。 晚上,坐在沙发前,捧一杯热牛奶在手上,等到杯子的温度传到手心,缓缓喝进去。 香浓的一杯奶,通过喉咙渗入身体。 短短几分钟,好像整个人都安静了下来。 二,泡个热水澡。 水蒸气弥漫在空中,温暖也蔓延到全身。 积攒了一天的乏累,都跟着烟雾一起消散,烦恼也都被热水冲去。 好像纠结的那些事,突然间,就都消失掉。 三,冥想五分钟。 繁杂的一切琐事,都归结在了呼吸之间。 让新鲜的空气进入肺部,再缓缓呼出,感受此刻的静谧。 认真呼吸,眼睛只看着瞬间,心也不再烦。 四,听听清音乐。 坐在书桌前,拿起一本好书,放上一段美妙的旋律。 你只需感受一篇美文,却不必字字记牢。 你只需沉浸在旋律中,却不必随歌词悲喜。 岁月在缓慢流淌着,柔美的诗和清新的乐曲都融进血液里, 化成了浅浅的微笑。 五,和家人聊聊天。 幸福不过是有人懂,有人陪。 跟他们闲聊几句说说心里话,不谈工作,不谈那些难事。 晚间所有的话都格外温柔。 说句感恩的话,出其不意来一句,我爱你。 闭上双眼的时候,世界都是美好的。 睡眠充足,心情好起来,慢慢你会发现自己真的很了不起。 四,愿你今夜睡个好觉。 有三样东西,有助于缓解生命的辛劳,希望,睡眠和微笑。 哲学家康德有不少名言,唯有这一句,最接地气,也最美好。 人生在世,谁也逃不开低谷时的焦虑,迷茫和紧张。 谁也逃不开那些心里焦脆的熬。 但一定记得,吃好睡好,常常微笑,心怀希望。 心烦气躁,只觉得苦累的时候,那就歇歇脚吧,给自己点时间,先整理好心情。 明日一早,再出发,离开深谷,都来得及。 明日一早,再出发,离开深谷,都来得及。 明日一早,再出发,离开深谷,都来得及。